北京时间2月6号9时17分和18时24分 土耳其先后发生两次震源深度20千米的7.8级地震 这两次强震是迄今为止今年全球最强地震 为何此次地震破坏力度如此巨大 地震所产生的次生灾害会造成什么影响 成都理工大学副校长 成都理工大学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许强 近日接受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本次地震呢大家都说就是一个是群震形的双震 但是这次呢实际上是两个地震在短时间的同时发生 这次发生的是在我查了这几个都是在附近 这个它所谓叫整群形 整群形就是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大的活动断裂带 从断裂带里面呢可能有很多小的刺激分支的断裂 或者是有几条断裂交汇的部位 这次呢这个是一个主断裂发生 还有一个旁边的一个小断裂发生了 就是这是由不同断裂 两条不同的断层发生的地震 每一次地震都是一次硬力调整 硬力调整呢它就像刚才两个地震 它为什么这个地震完了 它会产生另外一个地震 这个断裂断掉过后 就是把它撕开过后 它硬力做调整 调整呢它会引向到周围附近的断裂 它的硬力发生调整 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了 就是这个断裂活动过后 它有可能就激发周围的 将领地区要做硬力调整 可能对周围一定范围之内 这个相关断层的 应该做硬力调整 说不定也会引发一些地震 破坏力度呢 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就是本身这个地震的整机比较大 第二个呢 是因为它发生两次 两次它就叠加效应 第三个呢 由它离城市比较近 周围有很多个城市 城市的建筑物啊 会导致很大的人缘伤亡 第四个可能还有一些外界的因素 就是比如 这晚上四点多钟发生的 大家都在睡梦中 可能都来不及一跑 还有呢 就是它正在下雪 相当于它的冬天 目前呢 从现场 虽然我们做了一张预测图 我们认为应该产生一些滑坡 但是从目前的影像啊 照片上还没有非常明确 我们还不是非常清楚这个地方 究竟产生了多少滑坡或者有没有大的滑坡或者有些这些东西 那么自身在它究竟它怎么样或者它能持续多长时间 是受它当地产生的地震诱发的 我们叫铜镇滑坡的数量规模以及严重程度相关 我认为 目前呢 我说了说 我这个还不太完全能够判断 它那个地方是一些断线盆地啊 或什么之类的 它还 就是人口居住地方是相对还比较平缓的 但是只是山边边上啊 可能那些房屋以及那些路啊会受到一些影响 这个应该是主要还是以房屋倒塌造成的人员伤 我们之所以发那个图实际上就是给它现场幼级救援提供支撑 它至少知道哪些地方灾害是最严重的 哪些地方房屋倒塌是最严重的 哪些地方是我应急救援的最该去的地方 是第一时间要到达或者是重点区域 我们是想给它提供这样一个头颅 来做这个指导 我下一步的目标就是要主动为相关国家提供房屋检测的服务 这是我们国家重点实验室 一个国家最应该干的一件事情